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擔任指導單位指風車文教基金會主辦的 指風車臺灣少年金上獎 影片徵稿活動現在舉辦了頒獎典禮 那麼獲獎的小朋友們 都是透過自己的角度 那麼讓外界看見不一樣的在地生活 拍的是紀錄影片 也讓評審看了相當敬遠 今天一度的娘媽生日 對於大眾來說 是一年一日的聖會 用鏡頭說著自己家鄉的 故事由指風車文教基金會 主辦的臺灣少年金上獎 吸引全臺國中小學生參與 孩子們用自己的視角 寫下在地生活 他的觀點是從小孩子觀點看事情 所以顯得非常非常的可愛 然後他們也都會拍到自己父母親 或者阿公阿嬤 拍到他們自己家鄉特有的東西 拍家鄉裡面養露 或者是布袋戲 或者是魚市場 他們能夠看到他們家鄉裡 引以為傲的東西 這點我覺得是最珍貴的 透過鏡頭看見孩子們的無限想像力 即使他們的剪輯技術還不純熟 但對家鄉的觀察卻出人意料 像是獲得優選的作品 以國姓鄉養的入圍主題 點出現況與意義都讓評審驚豔 現在在國姓鄉養露的人 已經越來越少 因為國姓之前是 幾乎是全臺養露最多的地方這樣子 然後就想說 那我們就去幫他們記錄一下 養露的過程 81個入選當中 很多幾個老師特別的熱心 那看出來那些老師熱心當中 並沒有要插手 這個我也覺得非常好的事情 紫封車368兒童藝術工程 15年來走訪台灣各鄉鎮 如今獲得孩子踴躍迴響 以自身的創意發想捕捉家鄉故事 讓美學跟創造力豐富他們的心靈 探索更多新世界 記者 宋華報導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